十九世纪末,英国人类学家卡尔默克在非洲坦桑尼亚进行文化研究 在单地一位部落囚长谈话中,默克听到一个关于大洪水的故事 这个故事这样说的,一场巨大的洪水淹没了这个世界,只有少数人都以幸存 这让默克十分惊讶,这个故事和圣经里大洪水的故事实在是太相似了 为什么在非洲小部落里会有圣经里的传说呢 于是默克走返了非洲很多地方,发现大洪水的传说在非洲的许多部落中都普遍存在 其实啊,在全球各地都存在着类似的大洪水传说 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世界范围内的大洪水 大家好,我是老柯,一个永远分清前后鼻音的up主 提起大洪水啊,大家最熟悉的肯定就是圣经里关于大洪水的传说了 在创世之初,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并创造了人类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变得邪恶 他们充满了暴力和贪婪,做尽了恶事 上帝看到人类的罪恶,十分后悔创造了人类 于是,上帝决定降下大洪水,毁灭人类 只留下诺亚这一家人 诺亚是一位真正的正直善良的人 上帝命令他建造一艘帆舟 以便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们选择的各种动物,躲过洪水 泛舟建成后,大洪水从天而降 持续了四十个周夜 地上所有的陆地都被淹没了 所有的人都死在了洪水中 只有诺亚一家人和泛舟上的动物幸存了下来 洪水退去后,泛舟停靠在亚拉拉山上 诺亚一家和动物们走出泛舟,重新开始了生活 这个就是圣经里大洪水的故事 但是它不是我们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目前我们能找到最早的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是苏美尔文明里面的传说 对,就是阿努纳奇 在吉尔加美什史诗里面出现了这么个故事 众神决定用一场大洪水来毁灭人类 天神阿努,恩里尔,恩吉,尼努尔塔和阿达德 都参与了这场洪水的策划 但其中恩吉是一位同情人类的神 他将洪水的计划透露给了乌塔纳皮什蒂姆 并指示他建造一艘巨大的船来躲避洪水 乌塔纳皮什蒂姆按照恩吉的指示 建造了一艘长120里,宽60里的椭圆形船 将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各种动物都带上了船 洪水降下,持续了七天七夜 淹没了整个世界 只有乌塔纳皮什蒂姆和他船上的人幸存了下来 洪水过后 乌塔纳皮什蒂姆向众神献祭 众神为了奸励他的忠诚,赐予了他永生 听完两个故事,大家发现没有? 圣经和吉尔加美什史诗里 大洪水的故事内容非常相似 两个故事讲述的都是人类遭受到神的惩罚 最终只有少数人幸存 两个故事也有一些区别 在圣经中,大洪水是神对人类罪恶的惩罚 而在吉尔加美什史诗中,大洪水是众神出于自身愿望而发动的 此外,圣经中的大洪水是全球性的 而吉尔加美什史诗中,并没有表明说 整个地球都被洪水包围了 好,我们现在先脱离中亚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另一个文明古国,印度 在印度的《百道凡书》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了 魔奴如何在大洪水中幸存的故事 魔奴是一位虔诚的圣人 或者说是一位苦修者更为准确 他每天都在河边祭祀天神 一天,他发现一条小鱼在河边奄奄一息 魔奴就将小鱼救起,并带回家中养育 小鱼长大后,就告诉魔奴 一场大洪水将要毁灭整个世界 只有魔奴你能幸存 小鱼告诉魔奴,你要建造一艘大船 并在船上收集各种食物和动物 到洪水来临的时候,你就登上船 你的家人还有你就能免于被大洪水毁灭 洪水来临,魔奴就和他的家人登上船 最终,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 只有魔奴和船上的生物幸存了下来 洪水退却后,魔奴和他的家人重新繁衍了人类 在印度的另一个神话史诗 《摩科·婆罗多》中也有类似的大洪水传说 不过在这个传说中,天神匹士奴化身了为大鱼救了人类 让人类在大洪水中幸存了下来 印度神话中的大洪水和圣经中的大洪水 还有吉尔加美什史诗中的大洪水的故事 又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圣经和印度的神话,两个神话成熟 都几乎在公元前1500年前 那个时候几乎不可能说印度次大陆和中亚那边会有什么样的互动存在 很难很难有,是吧? 那为什么这两个故事从情节到过程都这么相似呢? 诶,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但是咱们暗下不表 我们先来看远离欧亚大陆的美洲 来看看他们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在我们的调查中 发现整个美洲大陆都有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在美洲中部的玛雅文明 他们的神话《波波尔乌里》就有这样的记载 天神创造了最初的人类 但这些人类并不完美 他们不敬畏天神,也不懂得感恩 于是天神就决定惩罚人类 降下一场大洪水 洪水淹没了整个世界 只有一对兄妹幸存了下来 洪水退却后呢 这对兄妹就决定为人类报仇 他们挑战天神 并最终战胜了天神 在战胜天神后 两人重新创造了人类 新的人类更加完美 他们懂得敬畏 懂得感恩 懂得真善美 而在另一个美洲文明 阿兹特克文明的神话里面 也有关于大洪水的记载 在阿兹特克文明里面 世界经历了五个太阳记 每个太阳记都是以一场灾难结束的 在第四个太阳记里面 就是以一场大洪水结束的 而我插一句 我们现在就是在第五个太阳记 已经快到第五太阳记的结束了 在北美 阿拉斯加 英纽特人的传说里面 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世界 只有一个人幸存下来 他乘坐一只海象逃到了陆地 在加拿大的克里族传说里面 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世界 只有两个人幸存下来 他们乘坐一只独木舟逃到了陆地 而在美国西南部的霍皮人 霍皮人很出名了 他们的传说里 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世界 只有少数人类幸存了下来 他们爬到了一座高山上 躲过了洪水 在南美洲巴西的亚马逊雨林地区 许多部落也有关于大洪水神话的传说 这个传说通常都讲述了一场大洪水 淹没了世界 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 整个美洲的原住民 他们的传说虽然细节不同 但故事框架几乎一摸一样 都是一场大洪水 导致人类灭绝 有少数人要么因为天神选择 要么因为机缘巧合 幸存下来 最后繁衍到现在 地球上的人类 感觉整个美洲原住民似乎的起源都是一个 他们似乎经历了同样一场大洪水 好 我们现在再来非洲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非洲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而且非洲也和美洲一样 整个非洲从北到南都流传着人类从大洪水中幸存的故事 西非的约鲁巴人传说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世界 只有一个人类幸存下来 他的名字叫做奥杜杜瓦 东非的基库游人传说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世界 只有两个人幸存了下来 他们爬到一座高山上躲过了洪水 南非的祖武人传说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世界 只有少数人幸存了下来 他们躲在一个山洞里 躲过了这场大洪水 以上这些大洪水的神话 戏听下就会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展述一场大洪水淹没了世界 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 虽然只是少数人幸存 但是他们又繁衍出了整个人类 不过在所有大洪水传说里面也有特例 不按这个套路出牌的特例 那就是我们中国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我们中国关于大洪水传说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说 贡公和中安须争夺天地的位置 贡公失败了 于是愤怒地撞毁了擎天主不周山 天就破了个窟窿 导致天上的水不停地落在人间 最终导致人间爆发了巨大的洪水 民不聊生 女娲不忍看到人类遭受苦难 于是决心不天 她收集了五彩石 用神火将它们炼成五彩石浆 然后用石浆将天上的窟窿补散了 为了稳固天地 女娲击杀了一只巨大的熬 用它的四族撑起了天地 人间的洪水也就结束了 这个就是人人都知道的女娲捕天的故事 另一个关于大洪水的传说 我们其实也很熟悉 就是大雨治水的故事 其实应该叫做滚雨治水 滚是大雨的父亲 传说在尧顺时期 洪水泛滥 百姓苦不堪言 姚帝就命令滚治水 他先命令的是滚 滚用战水法 也就是在岸边设立河堤建设水坝的方式来治水 但是洪水没有被治好 只是越烟越高 历史九年都没有把水灾治好 滚死后 他的儿子 雨也就是大雨 继承了治水的事业 大雨吸取了父亲的教训 改用疏导的方法 他疏通河道 拆除水坝 将洪水导入大海 经过三年的努力 大雨就成功的治水了 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对比一下这些神话传说 就发现我们中国的神话和其他国家的神话是完全不同的 其他地方的神话都是神惩罚人类 沾下洪水 人死完了 最后剩下神选出来的人 而我们中国的神话是人类治水 最后人定胜天 最终呢 人和自然和谐共处 我们没有把神放在一个统治地位 或者说决定其他人生死的地位 而是把人和神统一放在一起 最终呢 体现的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一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思想 是吧 其实还有很多关于大洪水的故事 我们没有时间来分享了 比如说芬兰的 也就是北欧关于大洪水的故事 俄罗斯也有关于大洪水的故事 今天马来西亚印尼这个地方 也有关于大洪水的故事 就会发现 其实大洪水这个事情 或者这个传说 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的 而且他们的故事框架几乎都差不多 好 现在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么多不同的古代文明 都有关于大洪水袭击的传说呢 这是不是一种源自于 对全球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 真实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 而且从地质学角度上讲 确实地球很多地方都有发生过大规模洪水的地质证据 比如说古龙巴东 也就是印尼海岸周边就有大洪水的证据 地质研究者呢还在许多地方发现了突发性灾难性洪水的证据 比如说黑海和地中海 研究者就发现 大约在7600年前 发现地中海的海水有大量涌入黑海的情况 但这些所有的都只是地质学上证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洪水的这么一个证据 那为什么相隔着浩瀚的海洋 千里沙漠 高山 互不影响的神话会产生如此相似的故事呢 这种共性是不是表明了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大洪水 其实是同一场大洪水 时间可能是在6000年前或者7000年前 而且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猜测 从吉尔加美什史诗到圣经 从美洲原住民神话到印度神话 尽管存在地区的不同 但是所有神话的核心要素都是相同的 就是神要用大规模洪水消灭人类 他们有没有可能源自同一个故事或者同一件事 这才能解释这些神话故事为什么如此相似 换句话说 如果大洪水的故事是真的 这些故事里面的源起就是同一个 那么人类的起源是不是共同的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